大家都知道山山是特别神秘的 它里面有很多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生物 有很多的秘密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挖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特别有趣的事情 这不再前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称 一位小伙上山踩蘑菇 发现树下有一个怪东西 仔细一看吓得撒腿就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位小伙就住在山脚下 他每天都会到山上捡食药材 而当天他突然来了兴致 想到山上踩一些蘑菇炖汤 改善改善火石 他到山上之后就挖到了很多蘑菇 正要往山下走的时候 就在树下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小伙在日常生活中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 他全宠都蜷缩在一起 只有头鹿在外面 他的形状很特别 身上是黑白色的纹理 看起来和蛇差不多 但仔细观察时又觉得他不像蛇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位小伙就决定走近仔细查看 而当他慢慢走近时 这个动物好像是察觉到周围有情况 就突然动了一下 吓得小伙撒腿就跑 这位小伙跑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后面根本没有东西追自己 他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 也为了将自己落在原地的蘑菇拿回来就返回了 不过这次小伙便没有冲动 他站在远处给这个不明生物拍了一张照片 发放到网上 请网友帮忙解答疑问 很多网友看到之后都表示 这种生物的名字叫做罗文鹅 它身上的斑点特别像蛇 在休息的时候会将自己身上的斑点全部露出来 伪装成蛇 躲避天地的捕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